刚起过的杏鲍菇鸡肉香气扑鼻 台湾人最爱的人气小吃咸酥鸡 却让一位网友吹心肝 他说自己不过点了咸酥鸡 由于四季豆和甜不辣四样料 分量也没多多就要200块 认为贵到夸张 而且店家还没标价 让他觉得不如去吃素食店 破文一出引发讨论 有人回自己买要250到350元 我们四季找了一摊咸酥鸡摊 点了跟网友一样的四样配料 其实200元有找 不过像这家呢 因为分量比较大 所以东西也很多 两个人吃都还足够 如果点小份的话 其实也要100出头 但同样的内容物到底卖多少 您能接受 我觉得应该200起跳 盐酥鸡大份应该就要大概八九十 现在盐酥鸡本来就不便宜 如果要吃到饱的话 当然是会选择去吃路边摊 150元左右 对差不多吧 这样其实是180 差不多 因为现在物价都涨了 那如果这样子是 样东西一定要买块 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自己遇到这种事 我可能就想 算了那下次不要来这家买好 尽管对价格接收度大不相同 但坊间型酥鸡 以照地段租金食材分量 反映不同价格 民众大多心里有底 以这坛为例 光是炸鸡 一个月下来成本就要快五万 想要吃的饱 国民美食怎么点也有诀窍 肉类跟菜类都比较浮动 跟油价也是一样 有时候它涨的时候 你不可能马上反映成本 对那你也没办法说 涨上去 我觉得有些商家可能会慢慢反映出来 想透过平民小吃来点小确信 肉类少点猪血糕甜不辣或者炸豆腐 聪明点餐才不会伤荷包 又惹来以肚子气 与新闻 唐欣公海 推播董